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多少个人敢去做 而今天故事的主角 他不搞奶茶店 也不搞网络直播 虽然连飞机都不会驾 但是他有个梦想 让人人都能飞 他就是亚航创办人 东尼费南德斯 1964年 东尼出生在马来西亚吉隆坡 他的父亲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医生 母亲是个马流甲的商人 家境非常不错 家里希望他能够跟随父亲的脚步从医 于是在他12岁时 就将他送到英国求学 对医学不感兴趣的他 报读了会计系 毕业后就找了份会计师的工作 但是东尼却对此感到沉闷 25岁那一年 他在报章上看到维珍通讯 邀请财务经理 日爱音乐的他决定前往面试 但意料之中 因为没有相关经验而面试失败 就在东尼举上离开之时 他看到了维珍老板 理查布兰森迎面而来 他心里冒出了两个想法 一 像个优雅的马来西亚人 和他示意微笑 然后插肩而过 二 当手一搏 引他注意 他主动跑去和布兰森聊天 聊一些关于沙拉月的事情 一些关于人缘的事情 并接受布兰森的邀请 和他喝杯咖啡 在短短20分钟内 他让布兰森留下深刻印象 也成功的拿到了那份 梦寐以求的工作 后来他们两人也成了好朋友 在东尼创立亚航时 布兰森也给了不少经验上的 分享和协助 2013年 布兰森还因为打赌失败 剃掉脚毛 穿起空姐制服 化上龙妆 到亚航飞机 实实在在的扮演一日空姐 如果当初东尼没有争取那一次机会 或许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返回大马后 东尼加入华纳音乐 并成了公司历来最年轻的董事经理 最后更升任成为华纳唱片公司 亚洲地区总裁 尽管手上有着一份令人羡慕的高薪工作 可是他始终不满足于此 一次外出到伦敦公干时 他到酒吧点了一杯酒 心里想着 未来的日子该做些什么才好 他在酒吧的电视上 看到英国著名廉价航空 一节航空的创办人 斯泰利奥斯 脑子一热的他 马上从酒吧前往伦敦机场 当他看到人们可以用8美元飞往巴塞罗那 6美元飞往巴黎时 他觉得这样的生意模式实在太好了 查了差数据 他发现 当时马来西亚只有6%的人选择乘坐飞机出行 因为昂贵的机票 让大家只能想飞而不能飞 因此 他坚信连接航空在亚洲是有市场的 而且是很大的一片蓝海 他想起5岁时 和爸爸说过 有一天自己也要成立航空公司 现在机会终于来了 他决定勇敢踏出舒适圈 因为不想让自己到了55岁时 才后悔自己当年 错过了没去尽力的梦想 当他告诉妻子自己决定转航 成立一家航空公司时 他的妻子忍不住大笑起来 妻子建议他去卖印度煎饼 因为那比较有可能 的确 邓尼对航空领域完全一窍不通 连要搞廉价航空生意 原来需要向政府申请航空营运执照 都毫无概念 但是 有了创业的想法后 东尼就把电话簿拿出来 一个个打电话告诉他的朋友 关于他的想法 当然 大多数人都是嘲笑他的创业点子 东尼没有就此打住 并问他们 是否认识航空相关领域的人 要求他们的引荐 就这样 他踏出了第一步 东尼分享过 很多人在创业之前 会有很多的考虑 比如 我不熟悉这个行业 我没有人卖 我没有资金 我没有适合的地点等等 纵然创业的点子很棒 但是 最后这些人 会被很多的 没有 给打败 他的起步 比任何人创业都难 因他的生育模式 当年在整个亚洲都没人做过 因此 补充参考 从最基本的要飞机 要航空执照 对于没有庞大资金坐后台的东尼来说 都是艰难无比 但有志者是金城 通过一步步的人脉联系 一次次的询问和介绍 终于 在东尼决定涉足航空业的六个月后 他成功见到了时任首相 马哈迪 和马哈迪见面那一天 他特别紧张 早上九点半的见面 他在六点已经抵达首相办公室 叙事待发 一见面 马哈迪告诉东尼 他感到身体很不舒服 请东尼长话短说 东尼心想 这真的是老天爷给他的挑战 在他将商业计划熟练的呈现后 马哈迪祝福他成功 但同时表明 政府不会发出新的航空执照 他必须从市场上 收购现有的一家航空公司 因为和他见面之前 马哈迪才刚刚和来自马航的代表 讨论关于马航80亿载务重组的计划 马哈迪不想要马来西亚 出现多一家失败的航空公司 也或许只有汽车才是马哈迪的真爱 接下来 东尼便积极物色寻找买家的航空公司 后来在2001年 他也以令吉向马来西亚的多元工业 马来西亚亚洲航空公司 东尼接手的 不仅仅是公司旗下拥有的两架飞机 还包括4000万的债务 200多个不知所措的员工 直到公司一组后 员工都很担心 他们不知道东尼是否会如期支付他们的薪水 毕竟他连飞机都不会开 就开始了航空服务 不过很快的 东尼便争取到了员工的支持和信赖 他靠的就是他一直以来 引以为傲 以人为本的管理方式 在亚航 除了飞行员 空姐 以及地勤 其他职员 全部便装上班 高层管理人员 也没有专门的办公室 和上司汇报 不需要繁琐的程序 各个级别 也没有贵贱之分 每个月 东尼都会和停机坪工作人员 一起运送行李 或者担任机组人员 也可能会为乘客 办理登机手续 另外 东尼多次在联讲中提到 亚航最大的资产就是人才 而他的工作就是挖掘天赋 行李员成为波音737副驾驶 配餐员成为空姐 空姐成为飞行员 并成为环球小姐的事情 随时可能在亚航发生 东尼鼓励员工 敢于梦想并提供培训 让员工有机会发挥潜能和兴趣 使用短短不到两年时间 东尼把所有亚航债务还清 而且还获得持续性的盈利 从原本只有一个目的地 现在覆盖亚洲 澳洲 新西兰 美国等超过130个热门飞航点 超过200架飞机 在世界各地飞行 以及超过2万名 来自50多个国家的员工 在亚航服务 今天 亚航是亚洲最大规模廉价航空公司 并且连续11年 获得Skytrax 年度世界航空调查 评为世界最佳低成本航空公司 2018年 亚航全年营收高达97亿零级 同年 亚航宣布开业16年 累计了超过5亿的乘客 2019年 东尼在福布斯马来西亚富豪榜 排名第32 坐拥5亿3千万的资产 同时 东尼还在完成他的梦想 将事业版图 扩展到英国足球队 女皇公园 F1车队 连锁酒店 保险业务 金融科技等等 曾经有人问他 你觉得你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东尼的回答是 相信你自己的直觉 不要轻易受人的话语百步及影响 为了实现你的梦想 勇敢往前 不要相信不可能 要相信自己一定能够做得到 如果东尼没有相信自己 而是跟从别人的意见 那现在他或许是名医生 做着不快乐的工作 又或许是在音乐公司继续领着高薪 却常常想起没有完成梦想的遗憾 也可能他就在街头 卖印度坚定 世界上或许有一部分人是天才 天生为了成功而生 但是更大部分的人 是因为自己的坚持和努力才达到梦想 希望有一天你也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喜欢的话可以点赞分享 也欢迎你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你更喜欢搭亚航还是其他航空呢 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 拜拜